佛法都说佛法能够解除人的痛苦 但是我信佛多年为什么还是这么痛苦啊 佛就告诉他请问什么叫幸福 这个人就说有了名誉就有了一切就能快乐 有了爱情就有了幸福 有了钱财就能享受幸福 这就叫幸福 佛又问他为什么有人有了名誉还是烦恼 有了爱情一直很痛苦 有了钱却越来越忧虑了呢 因为金钱名誉和地位 它是一种空洞的理念 大家记住师父的一句话 名誉要服务于众生 你才会有快乐 爱情要奉献给别人 你才会有意义 钱财要舍 你才能真正的得到 舍得就是有舍才能有得呀 帮助众生才能享受真正的幸福 只有心中长存幸福感 活着你就一定不会痛苦 再厚的寒冰 等太阳出来都会融化 再冷的饭菜 用柴火猛烧 也能煮熟它 学博人 只要和别人有缘分生活在一起 就要做太阳 去温暖别人 做柴火 去成熟别人 做菩萨 去化解冤结呀 当一个人痛苦难过的时候 你自己一定要明白 你一定是跟真相在对抗 所以你才会痛苦 因为当你明白了这个世界 一切的真相都是无常的 你就不会去难过 因为你不了解真相 你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你才会痛苦难过呀 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得到了就笑 失去了就哭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人的心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人的心总是纷纷扰扰 为失去为得到而伤心和开心 因为世事实本来就是变幻无常 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 如果你很执着 你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所以人心之所以不安 就是把自己寻宁扰的那些不稳定和不真实的东西 寄扰在自己的欲望上面 你把房子盖在流砂上 你想要渴望一个永远安定的家 这个流沙会动 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烦恼 所以愿我们所有的学佛人 能够把自己的心 学金刚萨多菩萨一样 坚定不移的好好学佛 走出烦恼 让我们再一次看云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